专场啊 然后在抖音 以及跟我们路人网直播间抖 都是可以抽奖的 是的 那这样其实第一组 周电波出现得非常困难啊 哇 很险啊 这个感觉 宴旭非常可惜啊 第一次参加城市赛 遭遇了一轮游 是 希望后期加油啊 这个我压关得换一个 这个太扫了 是的 今天这个人数是真挺多的啊 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互动 然后这期结束 我们给大家抽奖 大家刷屏路人网篮球啊 来 这是点赞的抽奖 给大家抽手环 嗯 大家刷屏路人网篮球 随机点一个 来 我看一下 对 我倒数一下 来 倒数三个数 3 2 1 停 停 看一下 恭喜这位C 获得我们的第一分礼物2 抖音号是 看下57926243 57926243 恭喜你 对 中奖的用户 微博搜索路人网篮球 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 还有ID截图 发给他就可以了 是的 嗯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B组的球员 B组是徐良 然后陈旭和刘学 向前进攻红色球服的是 徐良勾手哥 勾手哥 路人网三贵王 身高180 体重80公斤 看看这球打进了 一上来 是 刘学 东北野球王 相信在东北的朋友应该对他非常熟悉 其实在17年的时候 就有很多东北的路上球员跟我说 哇 刘学如果能来参加就好了 是 就很想看 这一球没能打进 虽然有点可惜 那么现在这要持球的刘学 他是前中国民航大学校队的核心 东北野球王 身高183 体重83公斤 今年34岁 看一下 终于来路人网了 看一下水平怎么样 陈旭也是 这不是另一个陈旭 之前沈阳一位机球手叫陈旭 之前来打过 这是辽宁攻击大的一个主力球员 那现在持球的是陈旭 陈旭的话 他是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的校队主力 身高180 体重75公斤 今年22岁 看一下 诶 这一球 应该是给了犯规 给了犯规 给了徐良犯规 刘洪博是弃拳了今天 包括这个已经确认的唐森帽 两位北大球员都是弃拳了今天 对 弃拳了 陈旭挺会造犯规的 上来先给徐良留学各造一个 有人说就差汪苏龙了 汪苏龙 哎呦 这一下啊 有人说气氛组组长在什么时候 气氛组组长在一组啊 还有三组到他 是 张天忆还没上 是 上一次天津战被谜底春粉了 一会儿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表现 看一下刘璇 哎呦 看一下 第一次打的话得有这个试验啊 得有这个积累经验的这个阶段 是 这组我感觉其实双方这三个人 不知道双方啊 三个人其实身高啊 体重都差距不大 所以说防的都会防 所以说大家看得好像进攻比较吃力 嗯 没错 嗯 转过来漂亮 好球 留学先 嗯 对 先 这是1-1-0了 对 兴奋组组长是张家元啊 嗯 然后下一波是点赞到15万 点赞到15万 下一波抽奖 好嘞 大家看比赛的小手不要停啊 加油 嗯 同时呢 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小星星 加下我们的粉丝团 看一下现在粉丝团人数 今天我们粉丝团人数到7500 就给大家再抽一双球鞋 好勒 好抽 勾手哥反正就是右边一路怼到底 一个勾手 他这个勾手没个两米左右 就盖不到 因为勾手特别难防 而且他之前不仅冲进去 就怼进去能够 他在三分的地方 他也能够 是的 之前在兰州战 饰演了一次三分的勾手运动 看一下 留学这边还是造犯规 我们现在粉丝团人数是5383人 今天到达7500 再给大家抽双球鞋 是的 在我们粉丝团周抽 大家可以多点点小星星 看一下 这球看一下 这是希望不要有事啊 对 看一下留学 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问题不大 给留学一点时间啊 这个东北这边啊 你甭管是这个内线还是后卫 都能怼 对抗都特别强 身体都特别强 不高有体重 平常心还没有啊 对 平常心还没来 平常心是在聚组 对的 诶 那这样的话 徐良是直接私犯罚下了吗 看一下这球 打击 是 全场沸腾啊 可以 我听到了吧 我们的MC在大吼东北野球王留学 因为这个很多啊 你看就是大家可能对留学不太熟悉 就很多这样的球员 包括湖南的刘健 其实他们都在本省是非常有名的球员 只是他们不太玩自己的社交媒体 但是实力是绝对没问题的 没错 我们现在的路人王规则是 围体犯规的话是算两次犯规 对 然后累计到达四次犯规就直接淘汰 是 所以说刚才徐良应该是累计到四犯了 对 并不是说一个围体犯规直接罚下 嗯 没错 我们说留学我记得也是专业主任 是的 是的 民航的 嗯 不是一次围体的话 一次为体在小组赛算是两次个人犯规 四次犯规淘汰 对 刚刚徐良应该是累计到了 累计到了四犯了 好像说刘健可厉害 看一下 我觉得在路人王理性和刘健 哇 可以 这是扣宝 对 这是3-2-0 而且如果三位球员中有一位球员罚下 或者受伤不能打 两个人是不犯罚的 不交换球权的 对 所以还是留学的进攻机会 连发 连发 嗯 那这一组其实看下来留学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对 陈旭有点难受啊 防不下来的话 也拿不到进攻机会啊 关键是他现在自己三犯了 三犯他只要再有一个犯规就被罚下 也没有了 所以对于陈旭来说压力其实挺大的 是的 嗯 狗手是累积 他有一个委体犯规 算是两次犯规 累积到了4赛 淘汰掉了 嗯 郭艾伦前队友是燕旭啊 对 被淘汰了 非常可惜 那按理说 燕旭 胡文明应该也是一批 两人都25岁 对 有人说不大厉害 周电博 博海大学 嗯 今天还有一个博海大学的 陈攀宇 是 两位 嗯 徐良勾手哥被罚下了 是 嗯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左上角的关注 点点我们的小爱心啊 粉丝团到7500人 今天会给大家除了忙后抽奖环节的一双球鞋之外 再给大家准备抽一双球鞋 好不好 所以大家多多点击一下我们的小星星 左上角小星星 以及点赞的时候不要停点赞上15万 继续给大家抽我们的鹿人王周边 点赞上15万 继续给大家 来 我来 出去说了 我来 谢谢 给现场一点时间啊 现场需要 我现在看这个点赞上的是特别快 是 刷刷的 说明大家这个手速都不错 就平常练习练的特别多 对 我觉得这个手速跟鹅黄能有的一拼 我不 我稍微慢了一些 是 经验不如我们观众丰富 对 今天主播是鹅黄和姜姜 对 抖音号是路人王姜姜不吃姜和鹅黄 对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是 一会儿 可能八强之后我们 我和姜姜就会给大家送礼了 再给大家玩一下 会从粉丝当中给大家送礼 所以大家要多多关注一下 是的 上一次其实我这样就送了不少 对 球啊 主要是上一次你猜的太不准了 每次都是我 每次都是我 厂地是在学校吗 我们的厂地是在 这个新马购物中心球馆 是的 大连的新马购物中心球馆 嗯 我看那迷地发的 对 我们之后呢 也会慢慢的在商场去推广 我们路人王篮球的比赛 这样会有更多的人 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比赛当中 我们应该已经超了15万了 是 来吧 路人王篮球来刷起来 进第一个球 好吧 进第一个球给大家暂停 将将给大家 截一个人出来 刘雪 漂亮 看一下 这边4-2-0 是 恭喜刘雪 我下一个押冠就是刘雪了 你下一个押冠 你的宴旭已经没了 你要押刘雪 你放过他们吧 好吗 太强了 我又不是你 来 我们这位中奖的观众是 后仰Pico 后仰Pico 抖音号是1084059560 1084059560 后仰Pico 恭喜你 微博搜索路人王篮球 姓名电话ID 只发给他领奖 C组 C组来了 我最期待的一组 是你的鸭冠 我的鸭冠 成楠 看成楠第一球 这是给了进攻犯规 对 这边的话是 开局不妙 黄亦正 黄亦正球权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黄亦正 今年20岁 身高95体重92公斤 是沈阳体育学院校队的球员 然后张艺 张艺其实也能怼啊 比成达还中40斤 是 张艺的话也厉害了 前武汉理工大学校队核心 身高196体重130公斤 今年32岁 是 看上这130公斤体重 造个犯规吧 交换球权了 交换球权 这边直接掏掉 张艺还是要再专注一点 认真一点 是的 看成楠 成楠一上台状态不好 成楠陆人王 东北八战八冠 东北面霸 身高192体重110公斤 今年33岁 33岁 87年的 是 在陆人王也算是一位老将了 就是 就是现在黄一正就是中投 然后张艺就是不防 你随便投 啊 张艺 张艺其实他是职场大学赛场 五年之久的一个老将 看一下 呦呦 这一下 哈哈 我估计是怼到 对 怼到地上了 是难得能有人把成楠撞到地上 啊 张艺这个力量可见一般 啊 感觉是怼脸上了是吗 希望成楠没事了 是 啊 啊 看一下刚刚的一个回放 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 手肘 在祈求这一下 手肘应该是卡到脸上去了 是的 啊 这边的话 成楠进攻 对 成楠拿到球权 啊 是 那今天如果在观看比赛的过程中有卡顿的情况 哦 嗯 没上 张天忆是最后一组的 X组 今天将将而逢啊 是的 看一下 嗯 哎 成楠现在不敢分 还是最后这一下切手啊 是 嗯 嗯 他在球队里面是干最重的活的那一个 但是这种中锋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从三分线外开始持球打 那一并不是他擅长第二体能可能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打到后边 而且张一的体重130公斤 嗯 面对成楠其实成楠也是非常抗对的 是的 所以这样消耗体能消耗的更快啊 嗯 哇 这边篮下 漂亮啊 这个身体没得说 嗯 身体确实棒啊 身体太强壮了 对 确实棒啊 嗯 张一 有人说成楠好像瘦了 我感觉了 他不是他瘦了 是张一比他胖太多 来三分 呦 真差一点 这个三分如果进了 成楠今天就凉了 我感觉 是啊 张一现在是 2-1-0 是啊 真肉搏啊 嗯 燕旭那一组其实是比较惊险的 周天博3-2-2 对 燕旭两个球淘汰 成楠 相对来说 他打这个 黄一正 就比较好打 对 张一是把 这个比赛的 进程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对 张一他是不防投篮的 你看他一直在向后退 转过来 成楠漂亮 打劲 啊 越打越好啊 不愧是我的压惯 你看 是 万分状态就上来了 是 像成楠 张一 成楠是有限张一的 他打这个黄一正 身体有优势 对 黄一正才90公斤出头 成楠来一下 看一下 这边 这是先三秒了应该是 对 因为成楠是在三秒区内待到 超过三秒了 是 这边是 召唤球权给到黄一正手中 黄一正对张一 看一下张一的防守怎么样 对 张一这防守就是 你往前走我往后退 嗯 绝对 你投篮随便放 啊 漂亮 好球 黄一正 终于达到一分了啊 看一下 这两个人打这个成楠这三分啊 都是差一点 有点险 成楠小组在这个 说实话这个运还可以 对 挺惊险的 看一下 现在是成楠的 可以利用一下转身 真对 只要打金一球 哎 漂亮 那淘汰要张一 我隔着屏幕都听到成楠那个 哎呦我去 就是他的一个习惯 他跟别人怼 绝对是怼一下 哎呦我去一下 他这个语言特别多 就像我也是 其实突到内线 然后上去的时候 一定会啊一声 然后 你你应该 就不管有没有受伤 就啊一声 习惯了 我们这边已经在 我们已经反应了 这个卡顿问题了啊 包括看刚才这个有 有朋友在这个 我的抖音给我评论 也是说我们已经反应过这个问题了啊 不是我们看不到啊 我们已经反应过了 我们后台在 这集的调试当中啊 是的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见谅一下 嗯 耐心的等待一下 看一下这一组 这个城南的 对一个精彩的基金 平常心 平常心的话是在G组啊 现在达到了我们C组 今天有什么明星球员吗 嗯 在我们之后 其实像是平常心 像张天忆 像林泽宇 这些参加综艺节目的球员 大概应该都比较熟悉 是的 接下来王维奇 哎 贾涛这位球员 刚才我看弹幕中 非常多人提到 是 大家都说认识贾涛了 可能现在年纪应该也不会小了 对 贾涛今年34岁了 之前其实认识他 都是从这个篮球公园的 跨干扣篮知道的他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们的D组 王维奇 身穿红色球衣 身高183体重83公斤 是路人王大连战的冠军 今年是24岁 身穿蓝色球服的贾涛 是前东莞博宁南篮球员 这也是一个职业球队的球员 有职业履历 身高183体重100公斤 今年是34岁 还有一位呢 身穿黄色球服 等会给大家介绍啊 先看一下这一组的对决 是 王维奇 王维奇在石家庄打得不错 第五名 看一下王维奇 哎呦 这个DN出来了 先犯规 差一点点运气 差点打2加1了 留学已经进了 对的 王维奇他是北京体育大学的 是 一开始在这个辽宁 读的本科 然后北体大读的研究生 非常轻松打进 现在上场的是贾涛 贾涛之前东北大学 然后打过CUBS 对 是可比门图 是的 贾涛是的 对 他的身体素质非常爆表 再加上精湛的投射 现在防守可能看不出来 等一下看他进攻 对 这首先要有进攻机会 对 看一下王维奇 有这球 防到位了 没问题 贾涛 现在我看他发的这个视频 还是能扣的 是 34岁 身体素质依旧爆棚 特别能跳 今天其实东北这边 有很多这个30岁以上 贾涛 张艺 陈南 包括李淑恒都有 刘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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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30岁以上的 哇 你看也能对 造犯规 造犯规能力也很强 第一次打 得找找这个感觉 其实感觉30岁以上 我觉得30岁也算是 打篮球的人 是经验 在家球技 算是综合起来 一个比较颠峰的状态 就是民间很多球员 先看这球打进啊 民间很多球员 在30岁走后 开始改变自己打法 对 嗯 更加养生一些 就经验丰富 不会说之前那么爱跳 是的 嗯 那么爱往里冲 看一下贾涛 满三步啊 满三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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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之前上过CCTV 对的 嗯 篮球公园 嗯 很多年前了 嗯 灌篮王啊 看一下贾涛 对 其实零几年 就是大家还是更多的说灌篮 是 大力灌篮 大灌篮 现在说寇篮说的多 是360度大灌篮 这种感觉 对 像之前不叫这个网红 叫网络红人 哈哈 对 现在都是搞这种简称 这球应该没问题 啊 好球打进啊 王维棋 王维棋还是比较稳定的 是的 他是在2019年9月的时候 击败夏教授多的冠 得大连 他也是大连人 嗯 其实陆庄大连人很多 这个王维棋 周建博 李直 都是大连人 是 看一下王维棋 嗯 很壮啊 这次对抗不错 王维棋主要是小组赛 他石家庄也是 小组赛打得特别好 很横 冲击力非常强 我们要注意一下犯规次数啊 贾涛身上背了两次犯规 四股犯规就要淘汰了 这就是我说的第一次 哎 恰恰晃倒 漂亮 好抽 这是 3-1-0 对 陈潘宇在这一组啊 相对打得有些吃力 比较难受啊 嗯 陈潘宇是渤海大学校队的拳人 是的 看到他的队长进了 八强之后 是不是自己有些松懈了 自己要加油啊 变相啊 看漂亮 可以 王维棋直接出现 是 4-1-0 这其实啊就是说 你说贾涛嘛 实力我觉得不弱 有 实力绝对不弱 很强 其实我之前看论坛 有很多人在讨论 跟贾涛 那一个是年龄肯定 你说要跟他巅峰比起来 可能稍微有点差距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打路上的经验 第一次来打 确实太难 取得好成绩 当然也是希望后期可以继续报名路人王啊 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看一下前四组出现的人 A组出现的是周电博 B组出现的是刘学 C组出现的是城南 B组出现的是王维棋啊 是的 对 今天是江江和和黄金菜给大家直播 大家可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小星星 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 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我们可以现在到达7500个粉丝团人 我们就可以再给大家送一双球鞋 是的 那么现在我们的点赞已经到了 接下来给大家 刚刚是说的15万一波 我们还没抽啊 给大家进行一波抽奖 大家刷屏度人王篮球赶紧刷起来 看下是哪位幸运观众中中奖啊 接下来一组一组是我们七分组组长来了 赵佳远 我刚想说这个一会再说吧 先看这个抽奖吧 来 大家先刷起来 刷屏刷起来 准备好了吗 倒数个几个数 3 2 你就直接来了 1 对 我们也不给大家磨叽啊 我们就 不磨叽 对 我知道东北人都是非常爽快的啊 这个比赛一来到东北就不能磨叽了 这是抽了一个女生是吧 对 这边恭喜南望684抖音号1103089902 恭喜你获奖 恭喜你 接下来点赞到达30万 点赞到达30万 给大家抽下一波奖 所以大家小手不要停加油啊 有没有今天专门来看谜递的 是 今天专门来看谜递的 COP1 我能看一下 这是上一组的一个 上一组的一个精彩回放 下一组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红色球服是 张家元 迷弟 陆人王广州战的冠军 身高186 体重89公斤 今年24岁 然后第二位的话呢 是由中国石油大学校队的球员 身高184 身高184 体重80公斤 今年21岁 是 身穿黄色球服的崔超 他是日人王沈阳战的冠军 他其实是一个网红球员 网络红人 网络红人球员 他的那个号叫 篮球酒瓣 是的 之前打路上就比较早了 是 身高183 体重87公斤 今年是20岁 是的 2017年6月份拿的神阳战的冠军 2017年 现在咱们2020年了 这是三年前了已经 就是他在上大学之前拿的冠军 是 再回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是的 明帝在这练抛头 不知道他这一次想干什么 感觉每一次都要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和不一样的进攻 但是我觉得他小组赛应该是怼 他到了八强之后再开始投篮 这个好像摸得挺透 你看一下他是不是先怼 看一下 张家元现在上场了 现在穿红色球服的就是张家元 大家可以扣一波明帝加油 相信有很多支持明帝的球员在我们的直播间 是的 以上来 果然先怼 转过来 嗯 先造犯规嘛这是 可以 造个犯规也不错了 一上来先怼 拿个球拳挺好的 这对于路人王规则是透透的 我们车轮抢成山打球不打分 就往里打 崔潮房子非常靠外 嗯 我有还是犯规 一上来造两个犯规 他今天的目标是不是把这俩人给造下去 全犯下去啊 一人造个四分 0-0-0 然后季吉 这个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三分线就是底线是没有三分啊 看一下崔超 嗯 沈阳战冠军啊 嗯 上来山姆高泽转过来 很秀 造成谜第一个犯规 哎 这个看起来怼得挺狠啊 这是手 胳膊还是手 手指 今天我们也就三位球员倒地了啊 给了围体犯规 给了围体是吗 给了进攻球员的围体犯规 这样的话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围体犯规 之前的一个是给了徐良 是 崔超身上要再加两次的犯规 是 再加上前面张家元造的那一个 现在应该是三次犯规 哎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的 我们四次犯规就要淘汰了 对 给了围体了 是 我们导播老师可以看一下犯规数 哎 是左手这一下吧 是左手这一下应该是 有人问贾涛 贾涛在王维棋那一组是被淘汰掉了 对 没问题 好球 这是第二个围体了 今天 我们围体不是直接没有了 围体是记两次的普通犯规 看一下走步在先 先给了走步 其实就是上线裁判非常有经验 他在青岛战的时候也是 启动走步 转身走步 抓得非常严格 对 看一下崔超 哎呦 连续变相看一下这球 好球 没问题 这一连招非常顺啊 这一组其实真不好说谁能出现 因为是两位 陆荣王冠军球员之间 迷帝广州战打冠军 崔超沈阳战打冠军 对 而且崔超幅度非常非常大 是 体前变相 他在去年也是打过我们陆荣王的魔王赛 有来过一次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比分 大家要注意的是崔超身上背的犯规数还蛮多的 所以其实说不定谁出现啊 迷帝今天确实一上来打的比较迷啊 这个全是右路强队转身这一下对手都没有失位 看一下马文博 稍微大了一些啊 有人说今天迷帝没有跟现场观众互动啊 对 可能现场观众离得太远了 今天因为是有线流啊 所以说现场这个观众是有限制 150个人 对的 其实来到现场的也有蛮多球迷 对 应该是进不了 在外面没进来啊 先说声不好意思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线上观看我们的比赛 还是给了犯规啊 这是马文博第三次犯规啊 马文博三次崔超 应该是三次吧 对 也是三次 如果刚才给的是围体犯规的话 应该是三次 那有点难受啊 张开元真的有可能出现 把两个人都造下去这种可能 哎 看一下 又晃倒了吗 这球打进 打进啊 可以啊 崔超之球 这是崔超的第三个球 第三个进球 是 张家元也是三次 对 哎 他不是 他应该是两次 刚才是只是一个进球 没有犯规 篮球久扮着我啊 看一下崔超 一直是非常秀 所以马文博来说 看一下转身的这一球 哎呦 涮出来了 难受啊 很明显这一球 其实马文博根本不敢犯规了 嗯 一犯规就下了 看一下马文博 嗯 嗯 这球也是没有 时间来说还有两分多钟 对啊 嗯 走步 这边 启动走步 吹到张家元一个 嗯 这样对于他来说是比较困难了现在 对 其实现在的话 在时间上这么看是崔超战最大的优势啊 主要注意防守不犯规 还是可以往里打 就比较稳了 中头这一下 大剑 漂亮 四杠一杠零 恭喜崔超 是 也是之前沈阳战的冠军啊 来自哈尔滨啊 嗯 不错 其实我感觉在网上经常发发自己的视频 有很多人喜欢这些球员 在我们的赛场上能力都不错的 诶 是的 嗯 看一下刚刚的一个精彩回放 这个时候呢 大家不要停下点赞的小手 点赞到25万 点赞到25万 给大家继续抽奖 是的 同时加一下我们的粉丝团 点下左上角的小星星 粉丝团上7500给大家送球鞋 嗯 下一场啊 这个我老乡上啊 这个王伟 之前青岛战的四强 对 这是第二次打 嗯 那么来介绍一下这一组 现在持球进攻的呢 是王伟 西安体育学院校队球员 身高2米 体重97公斤 今年22岁 这边裁判是吹了一个走步啊 对 之前是这个北控青年队的 嗯 我们不应该是蓝色 对吧 刚刚是王伟进攻 我们应该是新人球员啊 嗯 怎么会是李承浩仙 看 因为这个林泽宇和李长浩 两个人都是新人 啊 啊 看一下 看一下啊 漂亮 啊 林泽宇 给大家介绍一下林泽宇是 我要打篮球电光飞侠球员 身高198体重100公斤 今年30岁 是来自武汉理工大学 嗯 同样其实跟燕旭一样这个 林泽宇也是去年我要打篮球半决赛淘汰 恰好那场我也在现场 之前俄黄也是现场观看 那现场感觉林泽宇打得怎么样 他是挺不错的啊 但是他那场财太是最后他的队友都已经进到决赛了 嗯 他最后要一个人挑对面两个人 体力也不足了啊 最后确实 但是感觉他这个打单挑的话身高体重是比较占优的 嗯 就是看这个体力这块能不能有保证 当然他这一组王伟也非常强 对 也是职业青年队的 这一组的身高你看王伟两米林泽宇198 李承浩是194 嗯 高啊这一组 这有点太难了啊 嗯 真高 三个190加的人 在三分线外持球打单挑 有点难 看一下现在是李承浩 李承浩他是东北财经大学的校队球员 东北财经 说到这个我要打篮球 其实 最后MVP张子涵也就是这个学校 对 东财的 东财 张子涵现在也是感觉挺火的 嗯 经常参加街球赛事 嗯 有人问打铁的聊球再不再准备 再准备了啊 再剪着呢 嗯 看一下李承浩 这头子太偏了啊 是手持的 手持的直播架吗 嗯 有一点晃 看一下 林泽宇 还是没有 因为他不能往后退了 在底线那边我们可是 就是没有三分线的底线 嗯 我们那个底线是直接切过去的啊 嗯 我们有提醒前方的工作人员啊 注意不要镜头 不要晃 嗯 差一点 诶可惜了这球王位 嗯 这组其实三个球员都是相对偏内的啊 所以说打起来都是怼啊 是 打篮下啊 看一下李承浩 嗯 嗯 差一点 左侧没能打进 三个人其实现在 有一点点都分锋了 对 而且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对抗强 有可能说实话到了这个五分钟 三个人可能都没劲了啊 越没劲体力下降越打不进啊 走步这球 对 嗯 吹走步吹的特别严 就是很抓走步啊 有人说我看了四组了能不能投一个远投啊 嗯 小组赛啊 因为小组赛里边啊 这个上篮和三分都是算一个球 对 这些球员其实相对来说肯定是 呃 越接近篮框越容易得分嘛 嗯 还是喜欢这个往里突着打啊 所以在我们车轮抢分战当中投远投的人不太多 到我们八强赛之后应该大家能看到 其实今天也有中远投比较厉害的球员 张天忆嘛 嗯 一会儿就上了 其实朱电博也能投三分啊 城南也能投啊 好球 李晨浩啊 得分 对 中投命中 这边来到二杠一杠零 嗯 这边楼边越大 想抛一个啊 想抛一个啊 这组三个人可是我真心觉得呀 怎么样 就是五五五五五开 就是实力都是相差 很接近 而且打法也很相似 你看打法很相似 中投投一个试试漂亮 嗯 王伟 王伟 他也是 就是前北京控股青年队的队员啊 山东瑞 嗯 老实现在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个职业 或者说青年队履历 训练的履历 嗯 看一下王伟 看一下 注意三秒啊 应该是 这球啊 这不出手 肯定吹三秒了 这球要是勾手哥 我觉得就进了 是 勾手哥可惜啊 今天是四犯罚下 这点难受 看一下李晨浩 嗯 这两个人分数 三个人分数差不多 不多啊 差不多 2-1-1 都有机会 时间也还够 嗯 点赞商25万了 大家 就是可以刷屏刷起来啊 差一点点 差5000 大家看比赛 的同时想来 左手发单右手点 对 点赞 这个双手并用啊 加油 是 多多点击屏幕 点点赞 哎 看一下这球 给了阻挡犯规啊 还是王伟 你现在应该是到了 再一个进球 就给大家抽奖 是 哎呦 就其实到内线 遇了半天 选择投了一个 中处围 你看这三个人都是同一个打法 哎 就整体 其实之前几个赛季 看这个东北的站点 确实 打身体啊 打毛内线打呀 对 等待一下进球 相对选择会更多一些 看一下李承昊 嗯 当然也有像崔超那种啊 孟雅东也是辽宁人 哎 可以这个抢断 等待进球啊 进球那一刻给大家开奖啊 看一下 哎呦这个真的是 时间所剩不多了 看一下 林泽宇 最后一秒出手 哎 接球 哎算不算 裁判是以无效 无效先犯规 先犯规 哦先犯规啊 嗯 但是时间是到了 时间是到 那这一组是 呃王伟淘汰 林泽宇淘汰 李承昊 进击 1-1-2啊 可以啊 裁判是以先犯规 但是犯规的话 时间到了 对时间到了 因为时间到的话 也是没有球权了 啊 感觉这样的话 嗯 实际上有抽奖了吗 对 准备给他抽奖 好 来看一下这位 恭喜 逸臣抖音号是 58222-4993 58222-4993 恭喜你中奖 嗯 微信一搜左路容篮球 把新秘电话地址 发给他就可以了 是的 嗯 好这边下一个是35万点赞上35万我们继续给大家抽奖 嗯 再加下左上角点点小星星加入粉丝团 是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下一组啊 哎呀 本来这组是我特别期待 结果是 唐森帽弃全了 哎呦 对 那我们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吧 现在身穿红色衣服的是我们的平常心孟雅东啊 看一下孟雅东这一球 哎 看一下打补卫球员 哎 漂亮 一个小外婆蹲败啊 对 确实补卫球员相对来说 呃 肯定不如线上球员这个准备的那么充分啊 是 看一下这一步 是 其实有点跟不上 还想从背后掏 平常心假动作太多了啊 嗯 平常心现在也是我们终于王15冠王了啊 天津体育学院 嗯 他其实新赛季成绩在慢慢进步 嗯 哎呃 新赛季其实希望这场能有进步啊 像是在石家庄占一轮游了 是的 所以这场看一下能不能证明一下自己 是啊 小外婆 哎看一下 嗯差一点刚才一个变相啊 差点自己没有站稳啊 是的 可以抽可以抽 我们是路人王直播间和抖音直播间同步抽奖 都在抽的啊 哎 哇 你别看啊 蔡正良这手势真快啊 是 你刚才说人家背后掏不了球 他提前给你掏一个 提前给你掏一个 蔡正良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 而且感觉人气很高啊 你看他一持球场边都在欢呼 哇 还真偷进眼你看嘛 可以啊 我觉得这是新的气氛组旋 是吧 啊 大家好兴奋啊 看他持球的时候 哎 哎三分也有 对 哎 蔡正良有两把刷子 再来 再来一个 你再进这个现场就炸了 是 平常兴防守 然后董博文进攻 董博文是西北民族大学校队球员 是的 身高188体重85公斤 今年23岁 嗯23岁 嗯 这位还是平常兴 甘肃上学啊 嗯 看一下又开始秀了 哦 注意 那还是这一招啊 啊 只要蔡正良跟不上 平常现在脚步 跟不上跟不上 他这节奏变化太多 而且带有很多假动作 嗯 是 现在是2-0-0 嗯 要开始秀了 哎 开始了 小白佛 来点音韵啊 上班的 哎 看一下一套连招 嗯 变相 嗯 嗯 轻松 轻松 就是往往在对手都说哥 你求求你投了吧 是 就这种时候都已经 就已经无奈了 就是 已经想要有一些松懈的时候 平常兴突然一个加速一个上来 哎 这个节奏把握得非常好 3-1-0了 嗯 没吃荒 感觉今天平常兴能奔向冠军式 哇 想来个接手动作 结果直接眼砸了 平常兴 啊 其实之前 打得有点偏啊 对 之前陆终王 阿丹有做过这个动作 嗯 但是他这个砸偏了 哎呦 直接砸猜 猜着两手上 可以刷一波笑死 不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刷一波 后悔嘛 哎呦 哎呦 嗯 嗯 平常兴啊 真的是啊 玩大了刚才啊 他其实这组应该知道自己出现 问题不大 嗯 没事啊 其实平常兴现在领先着 也是为了比赛更加精彩嘛 只要不把自己做掉 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 对 问题不大 我觉得他出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哎 超慢的这种体现 哎 穿档看一下 穿档来一个 上篮 哎呦 又是第二次了 怎么回事 平常兴说了就是 我估计进了八强之后 就没有秀的机会了 我在小组赛多秀一秀吧 但我是觉得八强之后可以秀 因为小组赛 八强之后那些对手太强了呀 他怎么秀 小组赛你秀的话 球权不在你手上 在另外两个人手上 我觉得平常兴应该 应该非常清楚自己的实力 肚子控制不住别人的 在这个小组的这个定位 想出现应该问题不大 看一下董博文啊 哎 一个大帽 大帽 可以 大火锅 我发现平常兴有个特点 就是每次 筛完别人一个大火锅之后 会去握一下手 握一下手 对就是 只是为了气氛 哈哈哈 不好意思 只是为了气氛 嗯哎 跳舞了开始 哎 开始秀啊 还是最后还是应该是往里打 啊 嗯 一个外婆直接过掉 蔡正良已经不扑了 因为知道自己跟不上 已经不扑了 打板 哎 还是没有 对抗这一下 蔡正良是顶住了啊 接下来就是蔡正良连续两季三分 将比分扳平的剧情 是的 来了 投了 有没有 哎 差一点 刚上来那个 剧本写好了 剧本写好了 但是他没有按照那个剧本去走 嗯 看一下董博文 中投 嗯 点框而出啊 董博文要加点油啊 这边平常星期是已经拿到自己的赛点啊 只差一颗球 哎 一步过 来了 嗯 可以 还是比较轻松的 对 4-1-0啊 是 这组是非常轻松 嗯 嗯 接下来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登场了 张天逸 有时候大家比较期待球员 可以看一下精彩的回放 同时我们点赞也是 加油啊 我们35万 35万 下一波抽奖 大家点赞小手不要听 已经跟大家预告 刚才想 哎 我们已经到了要抽了 结果一大 还没到 大家得加点油 排球组是张天逸 然后李淑恒 以及胡恩明 是 张天逸是路人王石家装战的亚军 高中联赛FMVP 这就是灌篮的球员 是的 现在也是在厦门大学 身高193 体重83公斤 今年20岁 对 那么李淑恒身穿蓝色 哎 这边怎么是李淑恒先开球呢 没有 刚才已经打了 已经打了 刚才已经交换过球权了 看一下 哎 不错 哎 擦板擦得不错啊 西北工业大学也是之前的这个西北赛区一个强队 是 西北工业西安交大都在西安赛区算是非常有实力的球队 嗯 继续犯规啊 胡恩明 三个球员都是有非常出色的履历啊 嗯 像是现在这样持球性功的李淑恒 他是前西北工业大学校队球员 身高192体重100公斤 今年31岁 嗯 31岁了啊 也是一位上30的球员 是 壮就是壮 嗯 对 就有句话说了好三十而立啊 是 感觉今天上30的球员都是已经在篮球界有一定自己的名气了 是的 看一下现在是张天忆的球员 能感觉到这个东北这边整体的平均年龄是比其他赛区要稍微大一些 你看广东地区就是平均年龄是最最年轻的之前 嗯 东北啊山东啊 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平均年龄稍微大一些 参赛球员 对 李淑恒肯定是毕业了啊 但是他自己给的履历 还是说 对 还是说自己是前西北工业大学校队的球员啊 每个人肯定都是把自己最辉煌的时期说出来 对对对对对 你要说一些其他比赛或什么大家没有听过啊 看一下张天忆 今天还是特别自信 嘿嘿嘿可以啊 这是有一定的这个 Lucky ball 对 比较细腻的 张天忆 哎呦这球点出来了 刚才Lucky了 现在不Lucky了啊 打一个平衡 是的 是 你看张天忆特别喜欢左路持球突破 空中跟你玩赤空 咱俩一块跳 肯定你先落地 嗯 你落地我再出手 来看一下 点赞还差五万啊 大家加油 胡文明现在进攻是前辽宁本钢青年队球员 嗯 哎也是电竞 也是电竞 嗯 这三个人啊有意思啊 1-1-1 我感觉会出现3-3-3的情况 今天其实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位新人球员出现 就是东北野球王刘徐 对 刘徐 对 每一次给的新人球员机会真的很多 就看你能不能抓住 接下来看一下 张天忆 张天忆啊 石家庄是两个三分 两个突破 哎你看 超球来了三分 嗯 今天唯一一个敢在小组赛 尝试多次三分选投的就是张天忆 是啊 他是对自己的这个三分是特别自信 你放我就投 2-1-1 接下来胡文明 其实今天也是有两位 嗯 有职业训练努力啊 嗯 其实最近啊在论坛我看到太多的人在讨论这个职业与业余 对 对 其实大家都漏了一个 就是说大家可能眼中的业余是一点专业训练都没有 嗯 就是似乎大家漏了职业和业余篮球爱好者之间有一个专业 就是专业球员 是的 对打大学联赛啊 这种球员 其实他们很多人也是以篮球为生活的 嗯 所以说差距没有特别大啊 我以为他要扣 我可以啊 这是三个球了张天忆啊 我特别期待他再来一次三分线外把对手晃开 晃跳起来 然后进去双手抱扣 是 不知道能不能再来一次 扣篮我们 5号张天忆状态非常棒 三分今天很准啊 继续啊 晋级八强 连续三次参加比赛都进八强 张天忆今天状态不错 期待能走到我们的比赛 今天没有李锐 但是有东北灭霸城南 感觉 就是平常性那一组 嗯 那接下来呢 其实在我们的车车战之后 然后八强赛之前呢 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小游戏的环节 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啊 嗯 我们的点赞上30万给大家抽奖啊 大家点赞的小手不要停 先看一下 对 每个小组晋级的球员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每个小组出现的球员 他们分别是A组周电博 B组留学 C组成蓝 D组是王维奇 然后E组是崔超 F组是李晨浩 G组是孟亚东 然后S组是张天忆 对 那其实有两位这个球员 新人球员晋级八强 还有一位是李晨浩 嗯 是 那其实感觉一下就是今天的晋级名单 跟俄皇赛前想的是不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呢 就我赛前只想了一个问题 谁是冠军 就成蓝是吗 赛前只想了成蓝 他现在是比较轻松晋级了八强 对 其他的我觉得 对于成蓝来说 我觉得就是东北这一亩三分地啊 成蓝是八分 谁来都一啊 就是成蓝肯定是 东北面吧 对对 他冠军问题不大 我是这么觉得 其他预测的话 张家元小组赛一轮游我没想到 嗯 张家元小组我没想到 然后那个F组 王伟 林泽宇和李晨浩这三个人 可能在赛前 因为我对这个李晨浩相对来说是最不了解的 所以说我没想到他在这一组能脱颜而出 就这两个可能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个刘学和徐良谁出现 我觉得都正常 刘学和徐良 其实勾手哥主要是今天犯规 是犯的太狠了 所以直接被淘汰也是挺可惜的 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 还是这一战意外比其他的站点要稍微多了一些 是的 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给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小游戏的环节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参与 今天呢我们不给大家猜图了 我们给大家来猜成语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下方出现的 这是什么 这个几个小的表情包组成的是什么样的一句 对啊 这是什么 是什么个成语呢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答案打在我们的弹幕上 我们给大家抽奖 这是三个树吗 是 看一下 这是给大家提示一下 第一个很多树加在一起 就是一片绿色的森林 是吧 给大家提示到这里 你挺会看的呀 江家 我都看不出来这个 大家猜一下我们这个成语是怎么样的 我看大家很聪明 大家都知道了 都已经知道了 那江家给大家抽播奖 大家赶紧把我们的答案打上来 鹅黄来倒数一下 还挺聪明的 鹅黄来倒数一下 好了来我们倒数五个树吧 五 四 是我倒数 我给你开个头 停 好 每次你倒数我都反应不过来 来看一下是哪一位幸运观众 诶 等一下啊 看一下哪个幸运观众 我们的幸运观众是 恭喜IMC7 IMC7 来自我们录音网直播间的朋友 恭喜你 恭喜你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张图 还有吗 对给大家猜一下 嗯 这边 这是五 然后第二个图是光 两只手 这太简单了这个 你给的提示太多了 当然我相信大家也是猜得出来的 来大家赶紧把答案打出来 这个简单 给大家出锅奖啊 嗯 对这太简单了 啊 准备好了吗 好 我后来给大家倒数 来最后三个数啊 3 2 1 停 这边是杨九九 杨九九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嗯 那么我们中奖的用户呢 可以微博搜索路人王篮球 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 还有你的ID帐号 发给他就可以领奖了 是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八强的分组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好 这边 一上来是刘学 啊 刘学是第一组登场啊 刘学 李晨浩 嗯 然后是周电博 孟亚东 王维奇 张天忆 最后一组看一下 崔超 陈南 嗯 感觉一下我们这几组你觉得 你最期待的是哪一组啊 我最期待呢 我觉得 你要说我最期待的 那肯定是崔超打陈南的 崔超打陈南是不是 你不是说你要压那个 那个崔超吗 我压的是刘学 你压刘学 刘学打谁 刘学打李晨浩 这组可能跟你观点比较一致 但是陈南和崔超那组 我是认为是成南肯定可以的 嗯 你呢 我是感觉刘学是肯定可以的 那么我们就是给大家来一个小游戏吧 嗯 江江支持的是 认为刘学这一组会进胜者组 嗯 然后俄黄 就 压李晨浩 好我压他 对 然后呢我们看谁说的对 你这是 就是一定要让我毒奶 就是特别刻意的把这个李晨浩给毒奶掉 是吗 刻意的毒奶 刻意的毒奶 对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粉丝当中抽一个给大家送奖 可以 没问题 谁猜错了 在粉丝当中抽一个给大家送奖 行 没问题 送什么 送篮球 可以 对吧 没问题 那我就球多 没别的 如果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竞猜的话呢 大家可以 关注一下陆人王江江不吃江和鹅黄 哎 对我们直接打完之后 竞猜结果一出来 我们就给大家抽奖 行 没问题 嗯 我跟你说李晨浩有机会的 李晨浩可以的 就是我一旦有观点之后啊 江江 嗯 我一定会这个 往死吹这个人 李晨浩啊 其实非常不错的 因为他这个小组 王伟和林泽宇 王伟是在青岛站 高人林立的青岛站 已经证明过自己 是 而且是北空青天队出来的 林泽宇也是之前武汉313的 就能在这两个人的小组出来 出现 李晨浩的实力未必比刘学差 但刘学是东北野球王啊 没有 King 李晨浩我还是非常支持的 对 但是个王字的 我觉得来到我们路人王也是王 你要知道 姓李的头三分都准 对不对 昨天李宝星 这是刘学 你看一会儿 你看李晨浩第一个三分 看一下李晨浩今天有没有三分啊 验证一下 看一下啊 李晨浩啊 就是开球稍微离三分线有点远 但是赶投 诶 你看是不是 果然姓李的都有三分啊 对吧 姓李的三分都准 哇李晨浩真的是 我都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你知道吗 我自己都没想到他一个三分 李晨浩李宝星 哎呦 你看 这就是预测 这就是预测 看一下刘学 哇这球差一点 我们八强赛是7分钟打7分啊 三次犯规进行罚篮 赢的进入胜者组 输的进入败者组 对 李晨浩这三分确实给我非常强的信心啊 这是毒奶 这个是说对了呀 您能说毒奶 也有刘学 还上一个啊 对 三平啊 打7分 有人说要说一下规则 打7分限时7分钟 是 张天忆已经进8强了啊 看一下 这球刘学不敢轻易给三分机会了 啊 房子非常靠外 嗯 背叶眼看一下 你身后往里打 要注意三秒 转身过来 嗯 稍微短了一点 两个人其实都差两颗球 橘色小主播 橘色 橘色 我是橘色小主播 嗯 刘学 看一下 还是给犯规 刘学虽然说这个 身高在这东北这一战啊 相对吃亏啊 但是他这个对抗 跟1米9的大个儿来说 对抗 根本不虚啊 挺厉害的 来看一下刘学 中投来了 也有 5比3 暂时领先 现场这个MC真嗨啊 是 有东北那味 嗯 是吧 是 嗯 再来一个啊 这不行我刚才没说 我刚才如果说下一个三分能进的话 这球应该就进了 就这时候他已经 其实我觉得李晨浩没必要投三分 因为打7分嘛 那2分3分都是俩球嘛 先打进一颗追平先啊 不太知道 因为唯2的两个新人球员晋级八强 分组赛就分到了一起 看一下刘学 嗯 没有电进 差一点 非常可惜这球 球其实也没拿稳啊 那一球有点脱手 哎呀 有人建议现场声音是否可以大一些 我们反馈一下 对 我们给前方反馈一下 能否稍微大一些 嗯 给大家听一下现场的这种感觉 更有一些代入感 嗯 这持球进攻一般 又停球了 嗯 看一下 好漂亮 5平 将将荒吗 两个人真的是不分上下 是啊 就差最后一颗球生死球 看谁能打进 5平了现在啊 而且这一手李晨浩是 两次犯规再一次犯规送对手上罚球线 是 刘学 突然加速漂亮 好球 可以啊 是 这一步加速真快啊 那 恭喜刘学 今天 今天 所有球员中年纪最大的留学34岁 对 但加速啊 这个不比24岁的慢啊 状态保持的太好了 哎呀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嗯 将将在自己的粉丝当中抽奖了 将将你来倒数 我来就是随机这种滚动啊 嗯 来 我来321停 这个你现在这个 学你啊 也不拜佛了现在啊 速度很快 我们看一下是哪一位幸运观众 一点也不恍人啊 看一下谁这么想 恭喜这位ID叫我家有个小天小仙女句号 嗯 上面她的头像是一个结婚照 恭喜你 我家是个小仙女 有个 有个小仙女 有个小仙女 恭喜 恭喜你恭喜你 好我们这个抽的是在俄皇和江江两个人的抖音粉丝当中抽的啊 还有一次呢是支持的是最后一组的吧 成男 成男那一组 那你支持成男 我就支持他的对手 是 嗯 先看这第二组 孟雅东 周电博 大连VS锦州 哈哈哈 大连VS锦州 有点代入感 我就感觉那个音响要开始响起来了 动词大 大连的球迷扣播一锦州球迷扣播二 对 来看一下啊 哪人多 哎呦 这是打到篮板侧檐 哎 你看 周电博主场作战 也加入了气氛组 现场的呼声很高啊 看一下周电博 好 三维鞋 孟雅东其实不吃 不太吃谎 嗯 对 你投吧 哎 稍微大了一些 周电博很喜欢这种运起来投三分 加一些后撤横移 是 相对来说平常心的三分就是更多以三维鞋之后直接投为主 平常心 嗯 节奏开始了 开始 要穿刀 好 先造一个犯规啊 对 阻挡 阻挡 周电博手其实一直在下面摆 看能不能摆到平常心的球 是的 而且这种 在旁边他的亲朋好友应该喊不要跳 不要跳 对 来了 漂亮 平常心的这个中头还是稳啊 是 周电博三分啊 准起来也还是准啊 嗯 哎 这球看一下 拉回来重新打 哎 看一下 周电博 可惜啊 这球可以直接突进去了 对 晃一下 哎 可惜啊这球 燕旭是淘汰了 没有信息 我感觉平常心比较难防了一点 就是你在他运球的过程中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投 就是你又不敢跳 对 你也不能往后退 你也不能往后退 就难受 特别难受 你防平常心难受死 嗯 来了3分 对 其实17年他刚打路上王那阵 他来上海 其实我是跟他打过 嗯 这个假动作太多 就是最后防 当时还没有进攻时间限制 最后防的防烦了 你知道吗 你投吧 是为了平常心来了一个进攻时间限制吗 哎 还真是 还真是啊 真是 看这球 嗯 因为这个我们进攻时间限制是第三赛季才开始限制的 你不限制的话 确实你可以运40秒运50秒 这一次进攻相对来说就是太长了 太久了 对手都防累了 观众也看累了 好 嗯 王维奇是进八强了 打了 嗯 也是一个改变赛程赛制的人 非常新鲜 状态非常棒 哎 这个运的不错 还在 嗯 嗯 是仙子 造成这个 王终建国的犯规 有人说是不是为了往每天一个冠军 我们其实六月份的赛程挺密的 大概两天一战 对两天一战这样子 对两天一战这样子 这边上罚球线 罚球一加一啊 哎 我们准备罚球了呀 嗯 对三犯罚篮 对的 嗯 决赛是四次犯规罚球 梁耀星今天挺嗨 嗯 对可能回到了辽宁 嗯 现场现在欢呼的比较多啊 哎 第一球没打进 是 反而欢呼过来这个 就不如这个 这个 稍微安静一些 看一下周电波 对 过不了啊 身高体重 周电波是吃亏的 嗯 你看不吃晃 平常心今天防得很棒 先犯规啊 这时候其实平常心可以适当利用一下犯规 那因为现在比分这个比赛已经进行一大半时间 所以说有的时候一旦就快到二十二十秒的时候 如果对不对方马上要过脚可以翻一下规 你罚球嘛 一加一比较困难 全进 哎 你大抱身飞啊 你球啊 慢三步 这个 平常心身高 一九 其实他抱一九一但是平常心不止一九一 不止一九一 他应该是接近一九五的这个身高 今天其实也是贡献了至少三个 嗯 大帽 他天津也有大帽 中头来了 来了 7比0 凌峰比赛 凌峰 那恭喜平常心进入到我们的胜者组 周电波进入到我们的败者组 这是上半区啊 平常心是两个中头一个三分 嗯 确实今天状态好啊 张天忆王维奇啊 两个球员 这俩球员可是真有渊源啊 对 什么样渊源 天津战两个人一块打 然后石家庄俩人一块打 大连又一块打 这叫缘分 缘分一线牵啊 哎 这一球二加一 可以 真能蹦啊 张天忆 这俩人一块跳 王维奇都落地了 张天忆还在空中 嗯 而且张天忆今天状态好 小组赛就看出来了 对 小组赛三个三分 看一下王维奇 王维奇也是4-1-0晋级的比赛啊 是的 今天也是 嗯 这一球 还不错的 要是走步啊 启动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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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先放球 嗯 嗯 张天忆赶半头啊 放就头 放就头 啊 王维奇站了张天忆右边 直到他 平凡走左边 哎扛坐 转过来 再造一归 张天忆的右路的突破选择 是占比非常非常小 嗯 嗯 张天忆其实今天突破有 投篮有 嗯 特别在小组赛的时候 几个远投 非常出色 是 其实他今年也不在这个 厦门大学的名单里边 先看这一球 所以说他也有更多的时间 去打一些其他的这种民间赛事啊 是 他自己也说这个想多打哪个人王 啊 他接下来也不止报了大连一战 嗯 你看他现在已经有八分了 他如果能再拿一个冠军 就比较有希望去进入这个 竞标赛 对 我们竞标赛不仅是激烈程度升级 奖金也是升级啊 这种产生过来不错 嗯 我们的点赞上35万了 大家路人王篮球刷起来 给大家抽波奖 嗯 看一下 张天忆 注意有差一点啊 他其实跟王维奇如果这样硬扛的话 王维奇不太怕 嗯 尽量这个三维鞋 借助三维鞋之后 那一步冲起来 是 我想王维奇选了怎么要去进攻呢 等待进球奥子 嗯 对王维奇有三 但是现在离得有点远 不知道投不投 投了看一下 哎呦 可惜 转了两圈 转出来了 今天框还挺弹 就看着有的就弹出来了 是 然后掂旁边的就掂进去了 是 就是张天忆小组赛就是先掂进一个三分 是 嗯 看一下 王维奇房子非常靠外 张天忆 还是来三分 啊 两个人其实还 你看就是 不想给观众抽奖 哈哈 在我们小组赛的时候 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一直往里打 没有中远投 到八强赛 其实中远投 慢慢的大家就开始放开打了 看一下 王维奇啊 两个人加起来 连续三次的这个三分没有命中啊 是 观众都等不及了 现在 王维奇身高是183 然后张天忆身高是193 看一下 体重俩人都是一样的 嗯 顶开 哎 还是造犯规 罚栏了 这样的话送张天忆上罚球线 罚球一加一 嗯 其实我觉得王维奇这种 防守的方法 其实挺值得其他人学习 如果防张天忆站他右边 啊 然后稍微有一点距离 还能防向投篮 防他左路起动第一步突破 是 看一下 张天忆的法兰 其实张天忆之前也是最强高中生啊 俄皇印象中有几个最强高中生 有来到过吗 六月王啊 最强高中生 张天忆是一个 那之前这个浙江第一高中生 程兴凯 包括这个西安第一高中生李志锦 朱海第一高中生蔡伟 这名字一放出来都打得不错 对不对 对 海南岛主也是之前海南的高中生 关业家 嗯 很多很多 都打过路中 非常多 其实这个头衔 也能带给自己很多自信心啊 是 就是成名较早 对 大家的期待度也比较高 嗯 是的 看一下王维奇 哎 跳过哎呦 这是被蓝板给盖了啊 很可惜 看一下有没有受伤啊 看一下啊 希望不要有事 我是希望 没有问题啊 我们医护人员上场 给王维奇一点时间 嗯 看一下刚刚这球 我估计落地的时候 是不是崴着了一下 就是落地这一下 我们医护人员也是及时的上场 嗯 嗯 看了一下应该是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能回到赛场啊 给王维奇加把劲 王维奇其实啊 除了那次冠军 成绩也比较稳定 第3第4第5第6第7第8 对 反正就是八强 但是冠军现在还只有一个 所以 看一下能不能加把游在新赛季 拿一个冠军下来 是吧 张天忆就差一个三分 看一下 往左边 嗯 还是 发完 张天忆你看啊 这个单挑头三分 尝试还挺多 但他全场的话 还是以突破为主 是啊 非常习惯突破 到犯规 打法以突破为主 看一下张天忆的这个拔球啊 其实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 你们那儿的最强高中生是谁呢 大家都说自己的名字 哈哈 哈哈 我这边有个看说 南京地高中生是徐盛远 你们那儿的最强高中生是谁啊 大家可以打一下 嗯 反正我估计会出现一堆你不认识 把自己的同学啊 什么都打出来 是 然后刚刚的那一波抽奖啊 给大家抽出来好了 不然我看大家也打得非常累啊 打字 有人说乔恩汉 哎我看到了鹅黄的名字 鹅黄 嗯不错 是吧 我暂时没有听到我是第一高中生 自己也认不认 有黎杨 啊现在刷天青的是最多的 嗯 刚刚抽中奖的是BAU彼得潘 然后抖音号是2083719727 2083719727 恭喜中奖 是的 接下来点赞上45万 点赞上45万 给大家抽下一波奖 对 大家也不要忘记了点击一下 我们左上角的小星星 进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 是的 粉丝团超7500个人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再送一圣鞋 是的 现在已经是将近6000个人了 希望大家可以加波油 多多加入一下鹿绒王篮球的粉丝团 是的 刚才意料暂停 短暂暂停之后继续比赛 打劲 可以 4V我 我们意料暂停的时间会在后面补上 是 我说我要打篮球 那个北京四中的高中车 夏浩然 对 应该说是夏浩然 那是灌篮的 哎呦 差一点 王篮青 那是围方 还看到有一个外国人的名字 那有可能在这个美国上的大学 嗯 美国最强多人是 看一下 来不来三分 其实打两分也可以 因为时间现在剩了不多了 补也补不了多久 突破 看一下 抽进去 这球还是造犯规 张天忆很聪明 因为这时候自己没有犯规 他可以再犯一次 第一次犯规啊 也是很好的控制了 尖沙嘴第一高中车 冠坤 尖沙嘴 冠坤 可以 还是坐左边速度很快 这球差一点可惜 我发现大家都是直突篮下 目标非常明确 时间看一下还有多久 我们刚刚的医疗暂停是有捕食的 不知道捕多久 因为以现场的计时为主 直接犯规罚篮 让张天忆罚篮 两罚全中的话 就可以赢了 他是期待张天忆第一罚就不进 把球权给到自己 然后自己去打一个绝他球是吧 离罚命中 稳的张天忆 时间到了 我们时间到 罚球罚完 无所谓 这样的话时间到了 恭喜张天忆6比4 进入到了胜者组 好了 王维奇是败者组 我们前三组的分组赛都结束 接下来第四组 重头戏来了 对 城南上场了 城南对崔超 然后江江和鹅黄的赌注继续在 鹅黄是压的城南 江江是压的崔超 然后谁猜错了 谁就在粉丝 就是我俩的粉丝里面 抽一个宋篮球 江江是路人王 江江不吃江 鹅黄是鹅黄 大家现在要参与到 我们两个的活动中来的话 赶紧点击一下关注 今年的这个比赛还没开始 马上了 这个城南东北面棒 东北八战八冠 一局都没有输过 是 一上来先放一个 这这招是咋回事 江江 这是你的预测吗 一上来先试一个 没关系 先找一下感觉 他认为这个球权不应该归自己 是这个意思 找找感觉 不慌 是 城南啊 比赛刚刚开始 东北的站点 一局都没有输过 嗯 我们 只说这一局啊 这一局 给大家玩个小游戏 晃开 这就是东北面棒 脚步非常棒 2比0 这脚步不错 有人问 什么时候冠军排队赛 这个赛季没有冠军排队赛 是改成三个月一次季度锦标赛 对 有我们锦标赛 锦标赛是根据好球 崔超拿下2分 这时候你应该说 这就是我的预测 对 这就是崔超 这就是崔超 2平 城南他之前是沈阳战拿了5次冠军 长春战拿了3次冠军 就是在东北和初东北完全不一样 城南来3分 稍微大一些 之前也是12月的时候 冠军排队赛打了一个第三的成绩 是的 有人说城南瘦了 还蛮多人说城南瘦了的 两个人选择 进攻方式好像都跟对方一样 你投3分我也投 你2里面我也投 忽略那个崔超的第一次进攻 是 看一下城南 也是33岁了现在 我这对 我这身体 如果没有意外 刚才那球一定有4个字 对 哎呦我去 哎呦我去 我仿佛能听到现场的声音啊 真的 要不直接给他配上呗 就一怼的那一下俄方就直接配一个 哎呦我去 可以的啊 等一下 哎呦我去 来了这球没问题 好球 4比2 对开这一下 城南其实一个不折不扣的草根球员 其实啊 嗯 他是草根球员 是 现在也是 比较多的出现在哥哥也球 这球 崔超投进了 崔超今天真不错啊 反超比分啊 5比4了啊 哎呦我好像紧张吗 我就问你紧不紧张 不是不紧张 城南东北一局就输不了 看一下突破 这球轻松 打进去 6比5 两个人都是赛点啊 都是最后一颗球 完全不慌完全不慌 城南体能问题不大 嗯 嗯 嗯 崔超投了这天了这个 而且城南其实 现在代表大连中榜教育和韦德呀 对 马明远 念天成他们一起打 三日篮球比较多 哇我也想 城南加马明远 加韦德 对 这一组是得有多壮 是 哎这球看一下 无效 无效啊 崔超的第二次犯规 根本不慌的 江江 你慌吗 我不慌啊 这有啥慌的 我觉得崔超是可以的 我城南现在优势非常大 他既没有犯规城南 而且也暂时领先 这是拉都拉不住 这是拉都拉不住 太狠了 城南 太狠了 东北灭霸 嗯 有些人说我还是喜欢看国际邀请赛 水平比较高 看得也精彩 那准备好了 江江要给大家送礼物了 就这个球 罚禁就给礼物 城南有没有 哎呦 天出来了 城南 可以 城南啊 给机会啊 真的给机会 但是这边吹的是围体 围体犯规 两罚一致啊 城南给大家玩个心跳而已 对吧 第二罚稳稳的 城南罚禁 轻松 好 我看到有一个人在弹幕上 弹幕说了一句 女人就是嘴匠 女人就是嘴匠 我接受 我接受这个批评 刀水 就不行 我很降的确是 好那江江在我的粉丝里面 给大家抽一颗篮球啊 我看一下我的新家粉丝里面有谁啊 给大家抽波篮球 然后现在粉丝团已经是有 5566人了啊 5566 到75抽鞋 对 给大家看一下 把我的篮球送给 送给谁 诶 我看到了 就这一位吧 我的新粉丝 鹅黄小迷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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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号1945298066 是吧 来一个 为什么 抽一个鹅黄小迷蒂 关注了江江 哈哈哈哈 刺激一下你 恭喜恭喜啊 恭喜 嗯 恭喜 然后江江会送你个篮球 来看一下 诶 漂亮 周电博 先来个两分 没事 没有中奖的观众啊 接下来还会有一次 嗯 是的 因为接下来 陈南会跟平常听打 诶 这一局的话 鹅黄和江江 我们再来压一个 对 一会儿压啊 对 一会儿压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局 李晨浩和周电博 两个人是争夺 进入六强的机会 是 看一下 我们 来了 周电博 直接三分 五比零 打下比赛 李晨浩 并列第七名 可以 我们的败者组 是五分钟打五分 三次犯规罚来啊 周电博稳啊 下一个是崔超和王维奇 依旧是五分钟打五分 三番乏篮 随机的啊 刚刚的那个中奖是随机的 看一下王维奇 崔超 同样我们点赞上45万给大家抽奖 点赞45万给大家抽奖 大家看比赛的小手不要停啊 是 这是王维奇一上来啊 造成崔超的犯规 是的 谢谢王维奇 冲击力非常强 这都能听到这个王维奇 刚才这个摩擦鞋底的声音 是 去老上听到这个声音 特别爽啊 看一下啊 哎呦这个抖尖 哎呦 漂亮可惜球啊 两分啊 漂亮的可惜球 他这个抖尖啊 真的是王维奇的抖尖很奇怪 一般这样抖尖是往右路顺步拖 是 他抖尖完了之后 左路途 再往左啊 也是很神奇啊 下球直接往左 看一下 还是王维奇的球权 而且已经遭到崔超两次犯规 哦 漂亮啊 动作频率非常快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点击一下 我们左上角的小星星 加入一下粉丝团 好球 可以啊 嗯 崔超 嗯 3比0 是的 慢慢也在成长 而且这两位球员 其实都是 现在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 嗯 崔超是本科生 然后王维奇是研究生 嗯 还是没有 也是校友的之争 嗯 对 我刚刚看到有人说 抖音 刚刚抽奖不公平啊 江江稍后会把 嗯 就是我抽奖的截图和视频 全部发上我的抖音啊 保证我们公平公正啊 是的 就的确是在刚刚的江江的新增粉丝里面抽的 这样待会会证明 在我的抖音号里面啊 对 刚才不是在弹幕 我看一堆人在刷这个路人王篮球 不是在弹幕 是因为你的这个参与方式不对啊 看一下 当然我们最后的大奖是在那 是的 嗯 看一下王维奇 嗯 看一下 看 转身过来 哇 这是 笑了啊 这是滑倒了 应该是滑倒了 我看 看理说这个不科学这样滑 嗯 应该是滑了一下 翠超 看一下翠超 可以 王维奇啊 还有气势 太帅了 也是主场作战王维奇 大连人 嗯 有人问白晶为什么没比赛 因为他受伤了 现在还在养伤阶段啊 还没有付出 等待一下啊 估计于月底或者说下月初差不多 看一下王维奇 嗯 球还在看一下 防得很紧啊 也是翠超的犯规 这样发篮了 上场发球线 感觉这两组 我们的战略 基本上都有贩卖的 嗯 我们抽奖肯定会是透明的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其实将来都可以把截图 发在我们的我的微博呀 或者是我的抖音里面 赛后论坛也可以啊 对 赛后论坛也可以 对吧 3比3 4比3 4比3 啊 刚刚加上分 啊 翠超 来了 翠超 这么自荐啊 翠超 可以啊 差2分头3分 翠超6比4 太棒了 这个球 那王维奇 啊 那王维奇被淘汰掉了啊 比较可惜 还没到我们的那个预测 是吧 对 刘雪 莫雅东 张天忆 承南 哇 这个胜者组 这四个人 是 我们俩一会儿就要压这个 这样吧 江江 你不是支持刘雪吗 我支持承南 其实张天忆我喜欢支持 孟雅东你比较支持 就是说我们到胜者组决赛的时候 我们再压一点 可以 没问题 好吧 没问题 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安排 就是正好上半区是你比较支持的 是 或者说你预测比较接近夺患 而下半区是我比较看好 看一下孟雅东 刘雪 我是压的刘雪 你是压的孟雅东 我没压 我是一会儿胜者组决赛 胜者组是吗 好 那先看一下 哎呦 这是 这是接近于一个尿了 手软了一下 打刘雪 大家支持谁啊 支持刘雪的COP1 支持孟雅东的COP2 有人问陈凯涛怎么打 他打太远 他打太远战 对 哇 这个止空啊 陈凯涛其实也是在事业单位啊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出到别的城市去打 不方便 基本上太远战会打的 看一下孟雅东 这俩人的对决好看 好看 这是街球派对这个学院派 嗯 边向 哇 直接拔起来 这个没想到 有差点 出其不易 刘雪也是这个第一次参加这么街头的一种比赛 嗯 和他平常打野球 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看一下 好球 两个人都是选择中投 刘雪打进 对 跟把中投来个两分 今天是大连战啊 大家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小猩猩 加一下粉丝团 到7500给大家抽球鞋 是的 嗯 这边请求一个暂停 这是地太滑了啊 这要擦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是对的 就是在场上有发现任何 就是自己不太顺或者说不舒服的地方 都要及时提出来啊 是的 否则受伤了就不好了 刚才也是看到这个推超也是滑了一下 所以说一旦这个又不是啊 球员在场上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是的 因为这个对抗特别激烈容易出汗 汗已经落到地上就容易滑 有人说介绍一下刘雪啊 他是前中国民航大学校队的核心 然后今年是34岁东北野球王 哦 防得真好啊 防得真好啊 嗯 其实孟雅东不太会打逆风球 而且现在明明是明显是这刘雪的主场 是 听这个欢呼声 看一下刘雪 我说刘雪是刚刘雪回来吗 这对抗 中头看一下点腕的应该是啊 对 造务犯规 你说跟刘雪打过球 跟他打球的感觉怎么样 怎么样 嗯 问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 嗯 直接上篮 这球啊差一点啊 这也飞得挺远的空中啊 嗯 孟雅东两贩了 对于他来说 他现在有点难打 现在没有那种气势 没有那种激情 现在 我感觉刘雪刚刚的那个表情就是 哎 本来是高达交易的球 为什么就没啥劲呢 其实这球确实应该放进 对 一个反篮 看一下刘雪 好 还往左边 嗯 赛姆2020 嗯 变相 非常快这一下 三次犯规 啊 退人犯规 刘雪走上滑球线 嗯 我们胜者组是7分中打7分啊 同样是三次犯规罚烂 是的 现在还是胜者组啊 嗯 不过好像也是就是平常心在车轮抢分战的时候打的会相对秀一点 然后在八强赛的时候其实打的就更实战一些 对 对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其实就是对于 这个平常心来说最好的秀的方式就是在 小组赛 最好的时间就是小组赛 到达二次赛 没有那么多空间 对 你也不敢那样秀啊 对手的防守强度不是小组赛那样 真枪实干 嗯 选择去投一个远距离 嗯 看一下刘雪 两边现在是2比0 比赛已经达到了4分多中啊 摩雪比是为了防滑 看一下刘雪的进攻 对 哇 运球非常快 这运球不错 你说刘雪 差一点啊 他不是接球派 但是他这个小 基本功 对 这个运球 运球真不错啊 节奏好 大家也喜欢看 那球风其实也挺好看的刘雪 这已经是打了差不多5分钟了两个人 看一下平常心 选择3分 来了 投进 3比2 这是反超比分 时间要注意 我们时间是7分钟的时间啊 嗯 还是要擦一下 我们股顶那个位置 就启动7这一下 因为他们在这做三维鞋的时候 汗都往下滴 对 滴两下 然后又开始滑了 启动那一步的话 一定不能滑 一滑就特别人悬 因为是实力的那一下 场地是挺好的 对 看一下刘雪 嗯 还一个 这个其实投篮动作做的不是特别充分 嗯 我感觉刘雪还是要往里打一个 至少先把比分反超回来 不然的话我们时间一到 是 就很危险了 对吧 看一下 王亚东 以前的一个状态 王力达 好球 啊 胳膊长 5比2 还差2分 刘雪啊 看一下 怎么进行进攻选择 这时候其实平常心的经验 更想投3分了 感觉 对于平常心最困难的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 对 现在有点扳回来了 更想投3分了 来了 打进打平 不平 可以啊 这比赛好看 两个人都生死球了 是啊 就差最后一个球 赛点啊 平常心 很关键 孟亚东的抽拳 是 诶 这一球 看一下 小拜佛 先犯规这球 先犯规 先犯规 嗯 就是这一球 就是刘雪不知道能不能适应这种 孟亚东这种 反复的假动作 连续的小拜佛 是 跟上其实还挺费神的啊 费神费力 这个特别是这个小拜佛 我刚看的那一下我都被他骗到了 哇 这球打进平常心 太难了 快摔倒了 对 对 这样还能进 有点厉害 7比5 击败留学 大家可欧波66 在我们的弹幕上啊 真的是这个身体平衡能力啊 核心能力太强了 真不错啊 平常心这局 嗯 嗯 这样恭喜 平常心是晋级到下一轮留学进入到败者组 张天忆对城南 接下来江天忆对城南 这一组我们来继续抽个奖啊 呀 我一定是城南 你是城南那我就张天忆呗 对 然后谁猜错了 在谁的粉丝里面抽个奖 对 大家一定要知道怎么参与啊 嗯 现在可以去关注一下江江和鹅黄的抖音 对 江江是路人王江江不吃江 鹅黄是鹅黄 刚才看了很多这个朋友还没有参与啊 对 就是 只要有这个城南的场次 就今天 只说今天一定 你说没问题的 他如果这一次不是东北战 我可能不会去押他 是 因为他一出东北这个成绩就不是最好 除了去年12月 嗯 然后大家赶紧 加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小安心的粉丝团 我们的毛和抽奖马上就要展开了啊 在我们的粉丝团里面抽球鞋啊 所以大家赶紧点击粉丝团 嗯 你看见没有 这个 刚才这个张天忆这个罚球不知道为什么偏这么多 是 哇 这最好 成楠 张天忆身板还是略微的瘦弱了一些 慌了江江 看一下 成楠是192 110公斤 然后张天忆是193 83公斤 哇 你看这就叫以柔克刚 对 可以啊 三分 张天忆从这个小组赛的时候 三分手感就很好 现在也延续下去了 这 对开 你看 张天忆其实我之前问过他 我说你为什么 你其实可以适当地用一下犯规战术 张天忆说大家都是靠打球生活的 嗯 不想就是 不想伤害 因为犯规挺疼的 不想就是轻易去用犯规这种战术 嗯 这边还是远距离 远距离啊 就是他这样其实 打大了 如果为了赢的话 就是他这样的话 其实 打成楠 赢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因为他如果说 不适当地运用下犯规战术 你看 直接放开了6比3 还是 差三分啊 嗯 就感觉 嘴着一下啊 张天忆也不是 就是不想 就主要是他如果硬扛的话 其实对自己的体能消耗也很大 对 不是说不想防 他不是不想防 他是不想用那种犯规战术 对 不想用犯规战术 嗯 这边有距离 漂亮了 6平 可以啊 出手两次3分 两次都命中 看一下陈灿 和张天忆 这种球这样8比6 成楠战胜张天忆 对 还是恭喜成楠 进入到下一轮 张天忆进入到败者组 我觉得这种球 其实还是可以去犯一下规 是 如果是真的是为了赢的话 就是在保护好对手的情况下 其实可以 利用一下犯规战术 因为确实身体对抗 一般人想顶住成楠是比较困难的 挺难的 但是我觉得 张天忆这一局 已经打得非常不错了 我至少很尊敬 这全场沸腾啊 两个三个头的 对 挺不错的 你说再多也没用 张天忆你要抽奖 我知道 你要抽奖 你说再多也没用 我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的新粉丝 我又看到一个叫鹅黄色的鸭蛋 嗯 嗯 嗯 这边 中奖的用户是 嗯 GCCCC 哎 这个好像之前也中过奖了 有中奖吗 对我记得我读过它的名字 抖音号是50269402 然后是我 就是抖音的最新的粉丝 恭喜你 获得江江送出的礼物 看一下刘雪打崔超 哇这个刘雪这身体素质啊 宝石真好啊 嗯 持续加速能力啊 而且它是 一边加速一边能扛 是的 看一下崔超 这个刚才现场的主持人叫崔超叫变向小狂魔 因为变向狂魔宋教练 宋游轩拿去了 小狂魔来了 哎 这球看一下轻松 我们现在是败者组五分钟打五分啊 刘雪也是拿到了赛点 谁赢谁进四千 嗯 刘雪还能扣是吧 是的 23号我们抽奖是没有内幕的啊 不要造谣啊 没事 这个我和江江还会给大家送这个路上周边 而且我们最后再讲 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路上王篮球的账号 然后 多这个加入我们粉丝团 是的 点一下左上角的小星星 对 江江你上次说是到多少万抽奖呢 上次是四十五万还差一万啊 还差一万啊 还差一万就给大家抽奖 抖音专场真好啊 观众来说奖品是 对 奖品很丰富啊 看一下刘雪 就差一颗球 嗯 嗯 这个变香漂亮 6比0 零峰啊 嗯 那恭喜刘雪 这样的话 崔超是被淘汰掉了啊 第五名 第五名 刘雪是进入到下一轮 刚刚抽到的是GCCC 嗯 G四个C 走音号50269402 是的 在江江的粉丝里面 嗯 接下来还是败车组比赛啊 是 依旧是五分钟打五分 快了江江 一会儿就是 其实我今天最想看到的 城南打平常心 城南打平常心 嗯 你感觉平常心 能不能扛得动城南 扛不动 那平常心应该怎么去打 城南比较好 那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江江 我的鸭冠是城南 我认为 平常心拜他 在东北 拜佛 在东北 谁来都没有 谁来都没有 就是大成人 这么自信 对就是大成人 我看他今天没输过 嗯 不也是之前看的城南 我看过他几场 现场看过他几场 三对三的比赛 是 是强 身体加技术 加柔和的手感 是 难打 刚刚我们中奖的用户 请大家微博搜索陆绕王篮球 私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 然后江江和俄黄当中 中奖的用户是 直接私聊我们的抖音就好了 嗯 对我们自己给大家发奖 是的 看一下张天忆 嗯 我们45万点赞 打进抽奖 张天忆 可以 大家扣评路人王篮球啊 路人王篮球刷起来 下一个进球啊 看一下周建博 周建博 直接来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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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局败者组周建博 这个状态是挺好的 一个两分一个三分 直接带走 看一下面对张天忆 张天忆整体来说是 比周建博是 大了一圈 不是说壮 但是他身高啊 地展啊都更出色 瞬步 张天忆不错 速度挺快 轻松 4比0也是拿到赛点 之前也是被大家称为 路人王拉纹 嗯 特别是扣篮 姿势特别像 是 然后我们这位中奖的用户是叫 盛夏龙虾 抖音号是2178301581 盛夏龙虾 恭喜你 恭喜你 来自辽宁大连的啊 刚好我们今天也是大连战 本地人 这球应该是走步了 确实自己也意识到了 嗯 看一下 差一分 会不会来三分 来了 张天 一个防守绝点博的进攻 来看一下 诶 这停休停太早了 自己也没有想到 我的手怎么就把球给抱住了呢 对 这局比完就是我们四强就会全部产生 对 哎呦 这是滑了 小心一点 这球啊 希望不要受伤 前面也是在这个地方滑倒的 是啊 这个地方 啊 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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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这球 希望没有事啊 这个 张天忆感觉有点痛苦 太危险了 对 这个 希望不要有事啊 大家扣一波保佑啊 扣一波保佑 而且摔是两个人一块摔的 压倒一下 很难受 周建博也想扑 扑这一下 嗯 也是啊 希望不要有事 希望这个所有运动员参加我们比赛都能 安全全的打完比赛 对 看一下我们医护人员已经上去了 嗯 我们现场进行医疗暂停 是 那在这个时候也是给大家抽一波奖吧 好不好 大家路人王篮球刷起来 路人王篮球刷起来 不过这球可能是主要是 屁股那块包括侧面 侧面着地了 对 我觉得只要脚没事啊 嗯 希望是个就是普通的硬伤 不要是伤到这种脚踝啊 对 也是现场医疗暂停一下 给张天忆一点点时间恢复一下啊 嗯 这是张家元嘛 也是帮忙在这擦地 是吧 对 这边是只需一步获得我们路人王的周边 嗯 大家给张天忆一点时间让他恢复一下 是 啊我们三前是会给球员买保险的 一定会给球员买保险 会的 也是希望大家给我们球员一点时间 嗯 同时呢大家点一下左上角的小爱心 可以 在我们的决赛之前呢 会有球鞋给大家放送啊 嗯 我们还是准备了五个奖品 然后从盲盒中抽出一个 对抽出一个 今天会有像球鞋呀 然后像有两双球鞋 还有我们的衣服帽子都会给大家抽出啊 张天忆在那边 看一下我们的镜头 是不是还是在那个 场地左边应该还是在那个A板呢 是 看一下 哎有点难受了 就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球员啊 还是不希望他受伤 也是非常感谢这个迷地张家元啊 一直在帮这个工作人员在擦地板 嗯 球品 张天忆球品挺好的 我看到有朋友在说 的确今天张天忆打得也不错 球品也不错 希望他能够 没事儿然后 返回赛场继续展示自己啊 就我觉得就是应该找一下工作人员去 自己先去试一下 那个滑的程度哪里滑 做一些措施啊 看一下 张天忆 对 啊 现场很暖 现场很暖 张天忆 回到场上大家扣一波加油啊 那也好啊 张天忆加油 看一下张天忆是在自己 回到场上太棒了 做一些动作看一下 能不能发力啊 看一下 右边 来了 直接靠单手报扣 张天忆 零封比赛 7比0 可以 扣完赞三分 没想到张天忆上来 继续报扣 太棒了 哇 上一次是双手 这一次是单手 哇 张天忆这波 这也没想到啊 太强了 完全没想到 恭喜张天忆啊 晋级到下一轮 恭喜张天忆太猛了 我还在想张天忆 是不是有点发不了力 三分鞋之后 直接来个三分呢 嗯 没想到这个三分 确实是三分 的确是三分 而且是在败者组的比赛 其实他只需要五分 是 他选择去用三分 拿到七分去零封这个比赛 因为我们路人王每周会推出千金时刻 我相信这个扣篮应该入选千金时刻 问题不大 对 不光是有比赛官家军有奖品 就每周能够入选五家球千金时刻 也会有一千元的奖金 666 张天忆 等一下打刘雪 嗯 然后看一下圣者组是孟雅东打成男 孟雅东和成男 一会儿我和江江还会给大家抽奖 我看这个很多观众已经在私信我说抽我 往死里抽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江江和欧皇的走音 我们决赛前会给大家抽这个盲盒抽奖 是的 好 接下来进行的是我们败者组的比赛五分钟打五分 依旧是三次犯规罚篮 是的 刘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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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雪其实作为一个这个新人球员 能在这么强大连战 应该说是史上最强大连战 因为这赛季只要是新开的站点 第一次办的话 应该都是比以往要强的 能闯进四强 其实对于他来说 一位34岁老将来说是非常不错的 再找找经验 刘雪 刘雪 这一下房到位了 刘雪 能看到张天忆走路还不是特别顺 因为刚才是右脚 刚肯定还是很疼的 但是对于张天忆来说 他是刚才那口上是左脚最后一步蹬地 是 看一下张天忆 右边拖 看一下中头差一点 张天忆脚是刚才这个突破过程中 倒地右脚应该是有一些不舒服 是没错 刚刚张天忆其实受伤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一个长时间的医疗暂停 我们也是要照顾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情绪 所以才说给大家来一波抽奖 希望大家给球员一点时间 帮大家理解一下 如果大家觉得有不适 将来在这里给大家道歉 看一下 好球 三分 来一个 大家这个还是理性发弹幕 还是理性发弹幕 看一下张天忆 看一下还是制空 还是制空 张天忆2比3刘雪 左侧打板命中 现场也说两个球员都是在空中作业 不知道刘雪能不能再展示一下扣篮 看一下刘雪 刘雪 刚刚是来一个三分 差一个两分就可以了 对 只差一个两分球 其实他之前不仅能三分 中投也可以 上篮这一下打箭 5比2张天忆第4名 是 其实也是刘雪的那一下有点影响 今天的成绩也不错 张天忆 场景四强了 对 四强的成绩 那恭喜刘雪 是进入到下一轮 主要是这个三分球特别关键 能感觉这个制空 包括最后突破这个频率 相比于这个伤前张天忆 还是稍微慢了一些 是 接下来就是非常精彩的一场 成男和平常心的胜者组决赛 那鹅黄压的是成男 然后加拿鸭平常心 就是如果成男输了 我会从我的抖音粉丝里抽一位 对 如果是 陆人王周边 如果我猜错了 我从我的粉丝里面抽一位 大家可以关注一波 鹅黄的抖音号是鹅黄 江江的是陆人王 江江不吃江 这局还是 就是我认为 依旧我那句话 就是东北 没人干得过成男 就是东北的陆人王战队 哎呦 这球看一下 还是滑了一下 2比0 明显感觉这球不是说被 就是怼倒或什么 就是滑了一下 这边莫亚东 其实今天感觉中间那一段都挺好 就是篮下三秒区那个位置 以及湖顶这个位置 就是三秒区左边 这两边的位置特别滑 对 湖顶 两侧45度侧翼还不错 处理一下 给时间处理一下 是的 确实这一场 这 这场比赛 其实也是大家赛前 非常非常期待的这一场 对 东北的灭霸城南对阵 这个陆人王 事务官王平常心 先犯规 先犯规 被黄起来 大成就说 确实我有点吃谎 突然平常心的谎 什么时候突然 一个小拜佛 再败 这一下不错 这球是 可能是平常心认为 有犯规 想顺势来一个造犯规 我感觉是他脚滑了一下 然后借不上那个力了 莫亚东 城南 郑德组的决赛 我们是七分中打七分 是的 依旧是三次犯规发来 对的 这场比赛的胜者会直接率先进 晋级决赛 嗯 城南 还是身体 还是孟雅东的第二次犯规 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有人说这纯怼的优势太大了 嗯 也并不是 也并不是 就是 还是看嘛 就是城南 他其实你别看啊 他这个力量组 但是他篮下这个手活也好 对抗之后的出手这一下手活特别好 而且篮下也有一定的脚步 不然这个不可能说在 你说东北那么多能怼的高人名利 他能拿八个冠军 而且一局没输过 八战八关 其实之前他打过非常多 比他还高 比他还重的球员 都能怼 是 这个有人说这个场地要东北的才能赢 对啊 这俩人都是东北的呀 对 平常心聊宁景州的 没什么问题啊 这俩人都是东北的 剩下的这个三个人也都是 看一下法兰 城南 第一发命中 打球加一 哎呦 差一点啊 确实这个怼派相对来说 在这个球风方面确实不如一些街球派 或者说小派灵打得好看 对 就观赏性方面确实啊 嗯 但是比较实用 确实就是靠身体打球的 也可以从这个很多方面可以看 比如说社交媒体方面 嗯 明显是一些街球派啊 包括小派灵的粉丝会更多一些 大家更喜欢一些 看一下城南 嗯 5比0 打球 嗯 我们比赛是7分 城南也是拿到了自己的赛点 是的 嗯 嗯 平常心应该比城南要高 是 嗯 他自己抱的是191啊 不止 应该不止 但他现在应该不止 是的 平常心漂亮啊 3比5 3分来一个 嗯 看下 平常心啊 城南冲起来了 这球也是犯规 送罚球 啊 城南还是上罚球线 嗯 这应该不是围体 因为 这个 平常心不是说从背后抱 他是从背后就是 切一下球 嗯 切球的话就是普通的打手犯规 嗯 有人说 城南有点像以前的 刘玉洞 嗯 战神 对 你说是球风还是长 要问观众了啊 说是球风还是长相 每一次啊 这个怼派球员出场漂亮 城南率先进行决赛 恭喜城南 我们的决赛 第一个席位已经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城南又要送脚了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的新增粉丝 嗯 我们一会儿会进入 未来是你的环节 这样看粉丝的时候 我可以给大家 告报一下 我 嗯 嗯 那我们 球员说我们不休息啊 不休息 那未来是你的环节就 暂时取消掉 嗯 我们点赞上50万 给大家抽播奖 大家多多点击屏幕 江江你的奖抽了吗 我的奖 我看一下啊 是谁 啊 恭喜这个 BERBER 是COPY的粉丝啊 恭喜您 对关注了我 在校生喜欢篮球偶像库里古艾伦 COPY 好 这一位 嗯 是我们这一球打完之后呢 就会进入我的盲盒 我们的盲盒抽奖啊 盲盒抽奖是在我们左上角的小星星点击一下进入粉丝团当周抽的 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路人王篮球粉丝团 是的 接下来是败者组决赛啊 孟雅东对阵刘学 都是三分 漂亮 小球一上一个三分 孟雅东距离自己2020赛季的首次决赛非常接近了 只差两分 要基地去敲 很久很久没有拿过冠军了 刘学这是第二次之前也有一次这样选择 就是投篮的准备动作做的不是特别充分 是 看一下孟雅东 这边应该是 还是要处理一下场地啊 应该是要下去踩一下 踩一下 孟雅东今天三分其实投的不错 哎 这一球 这一下好的 晃开 刘学被劝了这一球 对 这一球假动作被骗到了 刘学首次参赛 拿到季军成绩也不错 嗯 那么平常心进入到我们的决赛 是 恭喜平常心啊 平常心对承南又来了 江江 可以 其实平常心是赛前大家预测的夺冠大热门啊 也是我们竞赛率最高的一位选手 然后承南今天的额簧预测 是 来到决赛 决赛最后一次吧 对 对 最后一次 你还是依旧压平常心嘛 你承南选到底了是吗 我选到底 我因为我压冠是他嘛 那我觉得平常心今天三分投的不错 而且手感挺柔和 我一直 晃人晃得也很好 所以我压平常心 我一直就一句话 东北 我觉得平常心没问题啊 东北的路上站点 冠军 谁都不能从承南的手里拿走 是 那其实在我们决赛开始之前呢 大家赶紧点击一下左上角的小星星 我们的盲盒抽奖环节马上就要开始了 对 大家看一下 决赛成南 孟亚东 然后第三名是刘学 第四名是张天忆 对 好了 接下来是盲盒抽奖环节 盲盒抽奖环节现在正式开始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俄黄手中有五个篮球 五个篮球分别代表我们不同的奖品 规则就是大家喜欢几号签 就把它的数字扣在我们的弹幕上面 将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盲盒抽奖的礼物 一号签是我们价值600元的KT5龙珠超 那么二号签是价值149元的联名款小熊印花T恤 三号签是价值329元的AJ13拖鞋海蓝色的那一款 那么四号签是我们价值199元的伪装笑脸 这个棒球帽其实也是非常好看的 那么五号签是价值499元的螺丝15棕色的球鞋 那么这是我们的五个奖品 大家喜欢哪一号签就把它的数字打在我们的弹幕上 你来摇一下 对 然后姜姜会 我先给大家摇一下 好 那么姜姜会在我们的观众当中截图 然后在截图当中 鹅皇抽到的是几号签 姜姜就会看一下在截图当中是谁扣了这个数字 就是我们的中奖用户了 我看一下大家赶紧刷屏刷起来 大家赶紧刷屏刷起来 喜欢哪一个我就抽哪一个 对 大家想 我看一下 好像抽不上去 我号签比较多 喜欢我们的螺丝的比较多 好像三号也特别多 三号比较多 三号是我们的AJ13海蓝色的拖鞋 是 来 我先截图 还有二号 二号也有好多人是吧 好 我应该差不多 我看一下抽哪一个 鹅皇是闭着眼睛抽的 看一下会是谁中奖 我抽这个 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现在抽奖抽到的是我们的四号签 四号签 我看一下中奖是谁 我们中奖是从我们路人王登牌的 球迷朋友当中选的 看一下谁是我们的中奖用户 四号签 有些是三号签 看一下 看一下 哪一位 在我刚刚截图的里面 还没有四号签的 那现在我截一个 那说一说 大家现在还可以继续 继续抠屏 然后四号抠屏四 四号签 看一下有没有 哪一位 恭喜这个文创中原 文创中原这位朋友 是路人王一级登牌 然后二级的 对 然后我们粉丝团到达七千五的话 可以再抽一双鞋 现在粉丝团应该是将近快六千的样子 对到七千五再给大家抽一双鞋 那么一会儿呢就会进行的是我们的决赛了 而且决赛我和江江也会有自己的组织 是 礼物给大家放送 希望他们可以表现得比较精彩 我们赶紧进入前方的现场来看一下 现场情况是什么样的 刚刚中奖的用户呢 我们也可以微博搜索路人王篮球 把你的姓名电话还有ID截图 发给他就可以领取我们的礼物和奖品了 你看这两个人啊 鲍一九二的陈南和鲍一九一的强大都是陈南 罚球 哎 没发进 还是啊 如果陈南输 我给大家从我的粉丝中抽一个陆终王周边 而如果平常心是输了 江江给他的粉丝抽一个 今天抽两波了啊 看一下能不能抽个第三波 看一下 我们决赛是11分钟打11分 四次犯规进行罚球 然后我们比赛决赛总奖金是1万元 亚军每得一分分走400块 是的 陈南上来先来三分 好球 上来先这个三分 大城主也知道啊 打决赛的话 打11分没有三分会特别困难 但莫雅东也有三分啊 今天三分投的不错 是的 城南防得非常靠后 莫雅东要投吗 反复地跨下绕球啊 还是没有空间 看一下莫雅东 城南防得非常靠外啊 哦 非常靠外 嗯 选择一个中投 哎呦 这是打到哪儿啊 有人说在东北谁也无法把冠军从城南的 不是有人说 是我说的 是我说的 罗浩也是这么说的啊 这我赛前为什么预测城南就是这样 他一局都没有输过 到今天也没有输过 看一下城南 后背投 继续来了 城南 来了两季三分 6比0 这跟昨天的李宝鑫有点像啊 6比0了现在城南 到决赛不怼了 开始投三分了 可以要展现自己全面的能力 看一下平常心 确实决赛城南展现出自己东北灭霸的实力了啊 反复拜佛 其实点起来两次了 平常心 就想投三分 就想来三分漂亮了 3比6 还一个 6比3 决赛好看啊 必须用三分战胜三分啊 我们有观众说 你看刚才怼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不喜欢这样 结果现在耽误说 城南别投三分 往里怼好看 开始怼了 看一下 这一球造成犯规 是 平常心其实挺聪明的 去顶最后那一下 是 那前面适当的车凳子 往后退 哪个是平常心 我们蓝色球服是平常心 红色球服是城南啊 城南继续来三分 这是造了三分犯规 但还好这是莫亚东的第二次犯规 还没能上罚球线 绝赛次犯法篮 是 否则就1加1加1了 是的 还是城南 还是先犯规 先犯规 其实前面那一下就已经犯规了 真的扛得太累了 这个两个人的身材差距啊 看下城南110公斤 然后莫亚东是88公斤 上一次两个人打是胜者组的决赛 是城南7比5 险胜莫亚东 对 这个其实挺累的 防得真的挺累的 看一下刚刚的一个精彩回放 哇 这是第三个三分了吗 决赛 城南3G三分 城南决赛三分应该是就丢了一个 难道这两天都是4G三分拿下比赛 要积地起球 难道说决赛四个三分是标配吗 有可能 不仅姓李的是这样 姓程的也是这样 李锐 李宝兴 这是喜球 城南第二次喜球 不好好喜球 所以说给了一次技术犯规 对 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给技术犯规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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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新的罚球 看一下 哎呦 罚球没有命中 但是球权还是孟雅东这边 有人说想看大恩打城南 他俩打过了 怎么样生计 是精英赛 当时是大恩逆转了 城南2比1 精英赛当中是没有赢下郭灵川 看一下 孟雅东还是来三分 上框二球出 这一球如果进的话 其实还有得打双方 是 城南也是来到了自己的赛点 只差一个球 只差一个球了 城南 能不能地球冠 先犯规 这边是 提前的一个犯规 这样的话是四番 四番的话 城南一加一的罚篮 看一下第一罚 看一下第一罚 有没有 哎呦 这罚球之前也有一次 对 这不是城南第一次发丢了 平常新的球权啊 看一下能不能命中 让比赛有更多悬念 漂亮 哎 这时候孟雅东只能追三分了 因为差六分刚才 9比6啊 马上不一样 孟雅东现在也是2400元到手 这边遭到犯规 这边遭到犯规 是 搂人啊 还是 看一下有没有慢镜头 这球裁判是以搂人 那看一下陈南罚球 哎呦 也没有 两次第一罚都不中 还是没有 啊 还是没有 两次第一罚都不中 那看一下 孟雅东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机啊 是 其实我觉得 陈南现在不给他投三分了 孟雅东的确今天三分准 孟雅东请求暂停啊 没有办法 我们是这个应该比赛 继续 这个打的时候啊 不能请求暂停 除非是有伤病 就是我们 而且路人王的这个底线 是没有三分的 因为新的线 然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关注 加入一下路人王篮球的粉丝团 是的 可以进入多多抽奖 那么我们点赞上60万 点赞上60万给大家抽一波奖 看一下这是城南决赛的第三次法兰 能不能顶住压力 第一罚命中 10比6 只差一分 只差最后一分 对 马上会完成自己东北九战九冠 就差这一分 看一下城南 有没有 哎 没有 马上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没关系啊 马上我觉得可以稳下来 嗯 我们还有 时间 打11分钟 看一下 不给三分这手 看一下 马上不要往左侧底线走 哎 这球是被盖掉了 太明显了 他可以往湖顶那一块走一走 嗯 因为往左侧底线走容易出界 空间更小啊 你越往左侧走 看一下停球 看一下城南 还是犯规啊 再上罚球线 再上罚球线就 现在是三次中了一球 四次 四次 应该是 四 四中一 四次中了一球 四中一 决赛四中一 看一下阀兰 第五次罚球 城南 还是大 一出口都知道大了 还是大 还是没有 五中一的罚球城南 天呐 今天这个罚球 这个如果真的没了的话 自己也没办法 这个罚球 平常心是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的 看一下比赛 就是说大家可以点击一下 左上角的关注 加入一下陆维梦篮球的粉丝团 看一下 盖亚东 上篮 没问题 打击 十比八 有悬念 孟雅东差一个三分 是 城南 非常激烈 从九比三到十比八 对 城南 罚球 三分两分都可以 我们限时十一分钟 城南转过来 上篮 哎 直接一个定板 这个被骂掉 孟雅东有机会了 太燃了 只差三分 啊 这个完全是平常心 城南这个转身太早了 对 完全是平常心把机会自己把握住了 是 看一下 只差一个三分 盖亚东是会投三分还是稳扎稳打 投一个两分 造成犯规 这是城南的第三分 还差一次啊 我们四次犯规罚烂 对 这是 我们面板显示是第三次犯规 对 哇 那如果这是第四次的话 这有可能去罚球绝杀 如果孟雅东能溺出来 再造一个三分犯规 对不对 我送两个奖品 真的 这个太刺激了 不到比赛最后一刻 你根本就不知道 结局会是什么样的 能造个三分犯规也不错啊 我感觉挺伤心 看一下 哎 可以往里 所以要扣吗 拱了一个 扣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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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了绝杀 是一米十 平常心 是一米十 平常心拿到了个人 陆日王山下第16关 就像天津湛 张宁 绝杀 张家元 那一球一样 哇 太强了 太强了 恭喜平常心 这是陆日王这次爱记 决赛最大的逆转 逆转比赛 鹅黄的压冠也是 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哇 这长达也被我奶死了看来 真没想到啊 这主要罚球啊 那这样我要从我的粉丝中抽一位了 抽两位 不要说平常心逆转 鹅黄抽两位啊 打播666在我们的弹幕上 好的 是 大家要关注鹿龙篮球的账号 然后多多点赞加入我们粉丝团 是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比赛给大家放送 是的 哇 平常心这一场太人了 之前其实赛前在我们论坛 很多帖子都在说 平常新赛季 是不是很难夺冠啊 在问这个问题 然后当时鹅黄是怎么跟我说来着 我说如果他能像17年那样训练的话 他很有希望 对 今天一季扣篮反杀城南 也是终结了城南 八战八冠 今天第九战连冠记录 哎呀 这说明我的预测又错了 是的 为什么我的预测又错了 哎呀 新赛季感觉注定是一个连贯终结的季度 当然也是成就了很多人啊 像是平常心 十六冠 说实话 我三比九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了 对 但是球场上就是这样 有这么多的奇迹就是会发生 恭喜平常心回来了 恭喜 太厉害了 而且是这么不利的局面下回来真不容易 扣篮绝杀 这个绝对金球 对吧 绝对是千金一克的球 是的 再加一千块钱 是的 是不是 我们粉丝团到了吗 嗯 我们粉丝团可以看一下 没到的话我先给大家抽奖 看一下 我觉得俄黄先给大家抽吧 先抽刚刚的两位粉丝 俄黄的粉丝来获得我们的领度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抖音 俄黄 这个我先给大家点时间 就是先跟大家聊聊 我还是想先聊一聊这个 很激动 我是真的觉得 就三比九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就承篮这已经太稳 嗯 而且承篮是决赛是五罚一中 是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上海的一种神秘的力量 去让他 上海的神秘的力量 对 赛前看到了帖子 俄黄预测承篮 嗯 然后承篮就下面有人说 我说实话 我决赛的时候 我都是一度以为 是不是我的东乃不奏效了 嗯 结果我发现啊 还是挺奏效的 还是那个恶化 承篮真的 承篮真的赛后要来打你了 我来 绝对还打你了 我来截图看一下 我来抽奖了 来自上海神秘的力量 两个奖品是吧 对两个 我说实话 我说两个奖品的时候 我认为肯定赢不了了 承篮肯定赢不了了 我们俩都肯定赢不了了 这个是独乃的力量啊 太厉害了 看一下第一个抽奖 第一个抽奖 第一个是谁呢 谈一下 我闭着眼 我闭着眼截图 好 江江倒数 三 二 一 点开 我点开 新增 是谁 截图 来一下 是哪一位新观众 我们恭喜 E.N 抖音号是LISA57 嗯 这个头像是一个詹姆斯头像 是 恭喜你第一位新增观众 第二位 第二位来看一下 第二位 江江你来倒数吧 我来倒数啊 你来倒数五个数 三 二 一 然后我点开 停 看一下是谁中奖 鹅皇每次抽奖 都特别的磨叽 恭喜这个一直在路上 然后有一个句号 有一个句号 一直在路上 句号 呃 抖音号是Z243807765 恭喜你 恭喜我们两位新增的鹅皇的粉丝 获得他送了这个礼物啊 嗯 一会儿 梦雅东太强了 我觉得这个采访完了之后 你也可以给大家抽一个 是 你不高兴吗 南南 哈哈 梦雅东这么精彩的进球 我当然高兴了 而且给我带来了胜利 是不是 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接下来一个赛程吧 看一下赛程 然后稍后其实会有 梦雅东的一个采访 给大家放松 来看一下赛程是什么样的 嗯 其实我觉得像平常兴 他石家中战一轮游 有很多的质疑 今天这一战 确确实实是证明了自己 昨天的冠军也是 李宝星成都战一轮游 然后兰州战证明自己 一轮游过后就是冠军 是这样的吗 一轮游不可怕 对 一轮游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放弃了 你不放弃 继续拼命训练 下一次很有可能冠军 李宝星和梦雅东两个人 是最好的例子 对 所以呢 一轮游也不要气馁啊 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路人王 来看一下后期的一个比赛 在我们的17号是重庆站的比赛 19号是厦门站的比赛 21号是南京站的比赛 23号是太原站的比赛 25号长沙站 26号成都站 28号广州站 29号贵阳站 那么这是我们后期的一个赛程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 搜索路人王赛事 积极地参与到报名当中啊 说不定下一位夺冠的抽烟 就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一会儿行 我们看一下下一场的一个 焦点球员的预告 也就是两天之后 下一场的焦点球员会是谁呢 那么首先重庆站的第一位 焦点球员是唐日辉 唐日辉之前其实也是打了 成都站和宋教练 拿到了第二名的成绩 然后南京站拿了冠军 昨天南州站是第三 就整体最近一个趋势 都是保持在前三名 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状态不错 那么下一位呢 就是挖方 张紫阳路人王的七冠王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焦点球员 第三位是张成宇 张成宇其实之前在南宁站 比较难受自己的主场 他也跟我说 感觉我的亲朋好友都在 我的压力更大了 所以没发挥好一轮游了 其实也一样就是我们之前在天津站现场也是 在天津近海当时是李家伟和崔立超主场 终于来到天津近海了 结果这么多七冲号友面前一轮游了 就是有些球员是喜欢现场观众支持自己越多 我越兴奋 有些是人多紧张 有些喜欢主场 有些其实喜欢去到外地去踢馆 反而特别的厉害 那么张成宇呢 也是路由福州站的冠军实战扣篮王 之前也有非常好的表现 确实 最后一位是李豪 李豪也是川渝霸主 七冠王 七冠王确实是这个在川渝地区 之前特别是1819年 可以说打出一个口之级的表现 无论是重庆还是成都都是他的主场 当然其实上一次打成都战李豪是 因为脚的受伤还没有完全好 发挥的不是特别好 第八强 但是没有晋级这个比较靠后的比赛 没错 所以看一下在重庆站 他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状态 伤愈归来之后 我们现场还是在调整 对 现场在调整 江江你先抽奖吧 球员打完比赛非常的累 要给他一点点时间 他才可以去采访 准备了是吗 采访是准备好了 采访网是等一下 先看这个江江的抽奖 是谁呢 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今天 其实直播间的朋友抽的比较少 那么我们大家copy路人王篮球 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抽一个好不好 可以 没问题 因为今天其实是路人王篮球 和抖音体育的合作专场 所以直播间朋友比较少 大家copy一个路人王篮球 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抽一个 准备好了吗 鹅黄可以倒数一下 来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停 感觉鹅黄这一次快了一点 恭喜最野的big 不是big 是pig 对 最野的pig 对 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奖品 然后获奖的用户可以在微博搜索 路人王篮球把你的姓名电话 还有ID地址发送给他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礼物了 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赛后采访 我们可能会放到论坛 或以其他形式告诉大家 今天的采访就不在直播中播出了 其实鹅黄感觉平常心 这个赛季跟前面几个赛季相比 它是更有进步了 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平常心它肯定没有退步 进步其实也没有 它就保持在一个不错的水本 相比于19年它是进步 但是相比于17 18年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有三分有钟头可以突破 其实相比之下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就看它能不能适应这个规则 没错 它如果适应规则还是在一个 就是大魔王或者说准魔王的行列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来听一下它的采访 所以我们今天采访会在赛后给大家放出 我们今天比赛就到这 大家拜拜 那么这一次比赛到这里告个段落了 大家拜拜 重新一家的比赛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 2 3 4 4 5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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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